一贯到宝光见得吊焰星云大师 星月交辉造人间 云开见天要佛光 一贯到宝光见得临在井前人 亲自带领着天台道场两百多人 于十日上午九点前往佛光山吊焰 开山钟掌星云大师 他赞扬大师的洪池大院 是三世诸佛转世的写照 以佛心佛世界 改变人间为天堂 更是现代佛祖的最佳体现 大柄厨余目前仍在敬仰中的 宝光见得大家长林前人 已近三个月未公开露面 在获知大师原集的消息后 相当震惊与不舍 坚持一定要亲自前来调记 经安排于2月10日星期五上午九点 由南部天台道场的典传师及 道心同修玉260人的陪同下 一同由博厄门登殿入室 穿越重重庄严佛殿 来到了战志大师法体真身 做刊的云居楼上香献花之意 林前人受访时表示 大师他有很大的愿力 也正因为宏大的愿力 而成就了他前世 今生 未来 三世成佛的条件 而成为了一位转世而来的三世诸佛 也因为大师借由这个人生来救度众生 这一次才能拥有如此广大的道场 同为宗教界的领袖人物 林前人在会谈时强调宗教融合的重要性 以贯道与各教派的出发心都是相同的 只有名称上的不同而已 祝福与各教派的领袖人心变形 祝福与新宝和尚感谢的表示 星云大师他一生重养人间佛教 他也特别重视各宗教之间的融合 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上 和平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因为有和谐和平又没有对立 就不会有战争 这才是全人类共同的期望 也是大家最大的福报